一名72岁的独具老人在家中惨死 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凶手不仅入室抢劫还强暴了老人 这种变态真是让见多识广的特殊受害者小组的警探们都开了眼 通过调查 警方把目标锁定在了报警的送货员斯坦身上 可真的有人会自己作案后再自己报警吗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心理医生分析斯坦可能是有英雄综合症 就像有些人会自己放火 之后却还帮着消防员灭火 但也不能排除卡罗撒谎的可能性 但在没掌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队长还不想打草惊蛇 于是他让警探们先对斯坦进行全面的调查 而很快詹妮弗就调出了斯坦的背景资料 发现他竟然有持枪抢劫的前科 为了弄清楚斯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两名警探找到他的与有乔森 从乔森这里得知斯坦就是个整天吹牛的花楼 前段时间他还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多有前途 还有他如何调戏了一半他送货的女人 另一边约翰和詹妮负责找到斯坦的同事吉米 而吉米也说斯坦经常和他吹嘘自己和那些收货的女人搞暧昧 他还把这叫做特别投顶 但一说到伯恩他的表情却立刻严肃起来还借不离开 看来吉米应该是隐瞒了些什么 得到这些证词后 艾利特和奥利维亚找到斯坦并将他带回警局进行了问话 斯坦是万万没想到 吹个牛还能把自己吹到了警局里 他向两名警探解释说自己从没跟客户发生过关系 更是碰都没碰过伯恩 奥利维亚说我们有目击者看到你在报警之前二十分钟进了伯恩家 斯坦说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是吉米 本来应该是我去送货的 因为吉米没有资格送东西 但那栋公寓没有电梯 我就让吉米去替我送 可他去了很久都没下来 于是我就也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看到货物放在门口 伯恩被绑在床上 而吉米吓得躲在浴室里 奥利维亚说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跟我们说 斯坦说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失去工作 吉米也可以少去被调查的麻烦 并且这件事还能让我上报纸 为了核实斯坦是否说的是实话 他们把卡罗喊来指认 而卡罗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角落的吉米 看来斯坦这次终于说了次实话 指认后 法医的详细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报告显示伯恩是死于两次心脏病发作 第一次造成了左官状动脉对角质的局部血栓 而一个小时后他又爆发了第二次心脏病 这才导致了他的死亡 看来伯恩的死应该是卡罗和阿芳索 以及吉米共同实施犯罪的结果 虽然吉米在审问中并不承认自己强暴了伯恩 可有卡罗这名目击证人还有DNA检测结果 即使他不肯认罪也依然可以将他绳制依法 可没想到心理医生的评估 却给检察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医生从吉米的行为中推断出了智力迟钝的可能性 而如果他们找不到证据推翻这个观点 吉米很可能就会被判无罪 于是为了找到可以证明吉米智力正常的证据 警探们又忙碌了起来 可吉米不仅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做过IP测试 他垫底的数学成绩和从没干长过的工作 还都成了对辩方十分有利的证据 可他又的确有工作 还自己一个人住 完全不靠社会援助 这可不是一个智力迟钝的人能轻易做到的事 为了得到更多的证据 两名警探先是找到吉米的房东 从房东这里得知吉米是他最省心的房客 对身边的人也非常友好 他每天早上都坐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看报纸 还经常热心地把里面的消息告诉他 而吉米公寓里四处可见的书籍 也根本不是一个智力迟钝的人能看得懂 除了书籍和几卷成人录像带 吉米的公寓里就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了 于是两人又来到吉米经常吃饭的快餐店 从服务员这里得知 吉米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但他每次点餐却还要研究半天菜单 结果每次他还都只点特色菜 但除了这点服务员没看出吉米有什么别的问题 他还经常和旁边一起吃饭的人友好的聊天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 没人发现吉米有智力迟钝的问题 但也许是大家都和他接触的时间不长的原因 于是两名警探又找到吉米的母亲 吉米的母亲告诉两人他一共有七个孩子 吉米是老六 因为吉米很少惹麻烦 所以他也很少把精力放在他身上 奥利维亚问吉米有学习障碍吗 女人说吉米不是智障 我是他母亲 我很清楚 奥利维亚又问吉米有过女朋友吗 女人说据我所知没有 她也几乎没什么朋友 回到警局 警方给吉米做的智力测试结果也出来了 她的得分在及格的边缘 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她极有可能为了脱罪而故意把答案写错 就在这时埃利特无意间看到了一卷成人录像带的封面 上面有个女人的姿势跟伯恩被发现时的姿势一模一样 而心理医生看了这卷录像带后分析 吉米很可能是误解了社会信息 她平时经常通过模仿来让自己看上去正常 而当她看到被绑在床上的伯恩和录像带里的人姿势一样时 她以为是自己受到了邀请 所以才会做出强暴伯恩的事来 医生还是坚持自己一开始的观点 认为吉米不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 可队长却并不相信医生的话 她可不想再给卡罗减刑后再放过另外一个罪犯 于是很快律师以吉米有智力迟钝为由申请无罪的听证会开始了 律师问吉米你被逮捕以后 警察是否有对你宣读米兰达权利 吉米说是的 律师说你能解释一下她的意思吗 可吉米只是重复了一遍米兰达权利 于是律师换了个角度 他说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呈堂证功 可吉米却回答不上来 律师又问法官的作用是什么 然而这个问题吉米依然无法回答 接着轮到检察官对吉米提问 检察官说你的律师拿了很多测试结果 和很多专家的评估报告来证明你智力低下 而我请来的证人都说你不是 那你呢 你自己认为你是不是智力低下吗 吉米说不是 检察官问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吉米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对博恩做了什么 我看到博恩穿着睡衣躺在床上 双手被绑在床头 他的样子让我兴奋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我在录像里看到过 但我从没尝试过 于是我骑在他身上 可当我想要亲吻他的时候 我发现他似乎有些不对劲 于是我尝试按照电视上的方法给他做心肺复苏 但我应该是没做对 所以他没醒过来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解释这件事 所以我跑到了浴室躲了起来 之后斯坦就进来了 他告诉我那个老夫人死了 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而通过吉米的证词也可以判断出 他确实对很多事情都缺乏正常人的理解能力 于是最终吉米因为智力迟钝被判无罪 但需要到精神治疗机构接受监管 直到医生的同意他才能被释放 然而对于医生都在努力把自己伪装成正常人的吉米来说 也许这里比这监狱更似地狱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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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NO